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股又选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股下跌是否已经结束了 科技股会率先进入牛市,到底是不是真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第一个呢会讲一下英美继续加息25个基点之后 美股为什么不跌反而走牛了 第二个,自打投资环境下如何做出简单正确决策 第三个,英伟达的野心能让股价翻十倍吗 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9点半更新 对应美灯纽约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8点半 以及美西时间是对应每周一到周六的5点30 如果说你们不希望错过我们的节目呢 一定要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好,我们先看一下目前比较复杂的环境 第一个是英美继续加息25个基点 虽然说鲍威尔没有真正在口头上进行让步 实际上却暗示了可能这一次加息的整个周期就已经结束了 这给外界很大的一种信心 另外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呢 就是耶伦否认全保银行业 结果银行又崩了 中名的大王空头威尔逊在回应公众的解读的时候 又谈到休业书误读 熊市正在结束 通过这个三个大咖给我们传递的信息 我们如何去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呢 美国美联储如期加息25个基点 那英国也是继续加息25个基点 美国大跌后到底现在是不是超级的机会 英伟达的野心能让股价翻十倍吗 昨天开始 英伟达的市值已经超过了股神巴菲特的公司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市值 下一个 英伟达会不会成为全美市值No.1的公司 如果说你认为会的话可以回复一个1 如果你认为不会呢可以回复一个2 那到底英伟达的野心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股价逆势飙升 那谈到这个点呢一定是跟一个东西分不开的 就是目前已经在如火如土进行当中的OpenAI ChatGPT 最近呢更新到的GPT4 ChatGPT带来大模型的浪潮 英伟达寄出专用的GPU 也就是这个OpenAI它对于电脑的GPU要求是非常高的 在支持像 ChatGPT这样的大型语言模型的这个推理 另外呢直接寄出了专用的GPU芯片 H100NVOL 它是基于去年已经发布的H100的改进版本 配备双GPU NVLink 将两张拥有94GB HPM3显存的Pico 100GPU 拼接在一起基于内伟达OPER架构的H100 配有一个Transformer的引起 这个呢是比较专业的 当然我也不太懂 可能我们不用懂这个东西 那我们只知道 为什么英伟达突然就像封口的猪一样飞个不停 那就是NBI-HGBT的火火 让它变成封口上的猪 那我们投资者目前还可以买入这个英伟达吗 以及它接下来的股价会不会贴近斩棘 后边会涨幅超过10倍呢 我们一会儿也会简单的去通过图形的角度去看一下 日常永远是对的 所有人的判断都可能失误 那刚才像耶伦也好 还是威尔逊也好 以及鲍威尔也好 他们在做决策 以及我们基于他的决策做决策 都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 那谁永远是对的呢 著名的瓦尔街大空头 杰西利沃莫尔 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论断 市场永远是对的 而人不是 那到底什么是市场 如何我们能够正确解读市场 所谓的市场呢 就是图形 原始的图形 也就是你看量价或者说价格图形 对吧 我们反复有强调这一点 为什么在目前这个时间 它容易转盘 我们通过图形可以看到 它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位 在这个位置 目前来看呢 本周截止到今天为止呢 是一个阳线 虽然说没有突破中轨 但是要注意 如果说接下来 收盘能够破中轨 就是很好的事情 中轨现在位置呢 是32741点 从今天的美股表现来看呢 其实是非常好的 在昨天下跌之后呢 今天是高开高走的情况 那么基于目前的规则来看 它又是到了中轨附近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 是要看这个32500点 这个位置是否能突破 从3月15号以来 有一个规则 就是单阴的模式 也下跌一天 后边就变上涨了 如果说我们从这边 看它的规则的话 是两阳一阴 两阳又一阴 所以接下来 又应该收两个阳线 对吗 如果说今天收了阳线 明天又收阳线 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是不是收阳线呢 我们就看 能不能突破下降的趋势线 实际上我们可以 给它画一个图是吧 未来的目标位呢 也差不多已经到了 所以说接下来要去 注意这个线的位置 是否能够突破的问题是吧 这个点是32816点附近 但是我们看一看它的30分钟 是吧 30分钟 确实也是到中轨出现了 32465 这个位置如果没有过到的话 就要小心了 通常情况下我们说 上升三个阳柱之后容易调整 但是最后一个阳柱一半 32376点是防守位 不能跌破 跌破的话就能往下走了 从目前情况来看 就是已经有三个蜡烛 是没有突破中轨的 所以说有难度是吧 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办法突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纳斯达克100 刚才我们有提问题 就是关于科技股 是不是会率先成为牛市 对吧 因为美联储减少降息 或者说如果加完这次之后 结束整个加息得出期 那对于黄金呀 科技股啊 都是相当于是解锁 或者叫解锁了 对于这些黄金也好 还是科技股也好 相当于是已经解锁了 就会爆发上升的潜能 从这一次纳指的表现来看 也是确实比SPS500 以及道指要强的 它已经站在了中轨和上轨线之间 已经在牛市 而且下边的MSG指标显示 也已经上穿了零轴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SPS500这边呢 就在中轨线附近的位置 但是日线都还没有上零轴 所以暂时还是偏弱的状态 那这100日线图呢 我们需要看12804点 是否能够突破 我们不妨看一看 今天晚上纳指的情况 从目前情况来看 确实已经是超过了前边的高点 当然今天还没有收盘 如果收完盘的话 还能够超越前期高点 就是很好的事情 从近期走势来看 你也可以认为它属于单一的模式 今天大跌之后 今天大幅高开 高开在程度的基本上快要超过昨天的开门价 这种代表异常强势的情况 当然昨天最高价是在12943 如果今天能收到这个位置 明天还能起闯出新高 是吧 意味着三浪主上浪即将开始 对于这个SPS500指数的日线图来讲 那么其实我们之前有画过这张图 对吧 确实是按着这张图在走 所以接下来在没有冲出这个下降的喇叭口之前呢 我们依然可以按着它走 下边这个线呢 为支撑 未来如果说没有突破往下的话 我们还可以依然照这条线走 从最近走势来看 尤其昨天呢 是冲高回落 并没有出一条线 代表多方已经变弱了 我看一下今天的实际走势是怎么样的 它也有高开 但是高开的程度没有纳指多 但是高开在布林线中轨以上 3958以上 然后前边我们画的两条线 第一条线已经过了 所以说今天收盘如果能创新高是最好的 从这个规则来看 收了一个阴线之后 今天也容易向上 只要最终的收盘 收在了昨天阴竹线一半以上 一半的位置是3974以上 就是看多的 当然向上呢 我们依然需要把之前这个图画上 之前这个图呢 是压力位在4043 但是目前从整体的情况来看 已经即将要摆脱整个向上趋势 这边已经形成了震荡向上的走势 就是整体来讲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但加西还在继续 但是已经透露出整个加西周期 即将结束的这种提示 所以市场解读位比较昆松 是吧 而且刚才看到大摩的著名空头 威尔逊也谈到了熊市正在结束 那我们看这个地点呢 实际上是在3月13号出现的 接下来我们来重点解读这个英伟达 它的情况确实非常强势 跟整个科技板块指数来比 它都算强势股 实际上我们可以用 8月12号这个高点来看 上边是纳斯达克100指数 下边是英伟达的个股 实际上你看 英伟达它在今年1月27号这周 已经突破了这个重要的高点 但是整个纳指100指数还没有突破 包括进气也一样 你看到这边是没有过到的 但实际上这边很快 就是已经是突破了 对吧 所以说代表这个股票是一个强势股 我们来看它具体的情况 比如像MAC指标来看 它是回调不破零种再金差 目前在月线范围即将可能金差 是吧 已经差了 然后我们再看周线范围 周线范围实际上也已经在 纽织通道里边 是吧 我们前面有画过一图 它在沿着上通道线一直往上 代表非常强势 并且从下面的MAC指标来看 也是向上发散 或者说属于多头的排列 对吧 从日线角度表现也相当强势 然后从MAC指标来看 已经出现顿化现象 对吧 但是依然在零周以上就是比较好的 那至于能不能翻十倍这件事情呢 首先要超越前期高点 三百三以上才可能 因为它过去 一旦创出一个阶段新高 比如说 这个是从六块钱 是吧 一直到了七十多 差不多十倍 然后从七十多 创了新高之后 是吧 七十四 一直跟你涨到了三百多 但是这个没有超过十倍 是差不多四倍到五倍的样子 然后如果说 接下来它能够创出新高 是吧 至少翻倍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目前来看呢 我们通过它的日线来讲 短线有存在调整的风险 但是调整的幅度呢 我们可以以这个中轨线为标准 从今天的石盘来看 实际上它已经突破 雾银线的上轨了 前面在这儿有突破过 这儿也有突破过 是吧 后边基本上很少突破了 前面两次突破的时候 就很快就下来了 对吧 也第二天就下来了 实际上从最近的走势来看 它是有变强的这个倾向 变强的趋势很明显 接下来如果说 一旦能站上这个上轨线 代表它加速开始 一般加速开始的时候 这个下轨会往下走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看 如果是这种情况 这种现象一旦出现 就意味着它要开始进行 一个加速上涨的阶段 当然短线肯定调整 震荡是会出现的 不过呢 你看昨天跌很多 但是今天呢 又大幅高开高走 在HIGPT如火如图的 进行布局的时候 它自然是受益最大的 后边呢 我们依然可以用这个通道 去进行操作 最后我们还是看看 大家最喜欢的这个特斯拉 特斯拉最近的走势呢 可谓是非常强势 跳空高开高走 是吧 昨天一度突破了上轨 又回到上轨线以内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没有真正变得强势 前面我们有画过一张图 也就是接下来将面临着 204美元的一个突破 204美元是非常重要的阻力位 从周线角度来看 它就是要在中轨线以上 对吧 最好能够突破213 就更好了 从MSE指标来看 周线还在临轴以下 日线这边呢 只有红线上传临轴了 黄线还没有上传临轴 所以接下来如果黄线也能上传临轴 那就是非常好的一种事情 对吧 前天被目的上调平级之后 出现大幅上涨 但是短线来看呢 昨天出现大跌 并且跌破阳柱一半 193.47 昨天收鱼 此位一下 今天的目前来看呢 如果说能回到阴柱一半 195.26以上还是可以的 盘中刚才看到有起落是吧 有向上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会遇到阻力是吧 比如上轨 上轨多数是阻力 中轨是支撑 对吧 但是我们肯定也可以用30分钟啊 或者说15分钟来操作 也是可以的 当然就是目前来看的 就是在中轨线和上轨之间 然后目前的情况呢 就是有一点走弱 中轨线的位置呢 是在193.9附近 可能跌破 跌破的话容易往下走是吧 甚至是达到下轨线 关于目前情况来 刚好是在昨天中轨线一半 如果今天收盘之后 能够回到昨天阴柱195以上啊 这个位置呢 代表还是可以的 当然今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按这个规则来讲 如果属于单一的模式呢 今天必须受阳线 今天如果不受阳线 代表市场转弱了 对吧后边继续震荡的概率就增加了 前边我们有画过一个趋势线 我们也可以再画一下 画一下之后你发现 实际上它还没有突破这条线 对吧 马上要面临这条线的突破 所以说 如果说本正能突破最好 突破不了的话 短线也是要注意风险的 前一天突破中轨 昨天回踩 所以今天是缺人的一天 今天必须受阳线 否则的话就变弱了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上一次我们又给大家展示这个 美股变盘预测的神器 变盘日历 它的作用就是可以提早的告诉你 接下来 变盘点会落在什么时间 比如312号是吧 一个非常重要的转盘点 也就是昨天是吧 昨天确实大跌了 是吧 然后呢 4月份马上就要开始了 3月份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 如果说你希望拿到4月份的变盘日历 提早知道 到底4月份在哪一天更容易变盘 你就回复一个4 到秒数来就可以了 好吧 那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学习一个新的方式去判断股价的走势 一定要点赞留言和分享 如果想继续学习技术分析炒米股的好料 一定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